来到中和地震事务所 在一楼有规划一间小小阅览室 原本里头只陈列着儿童读物 但从今年开始放了一些玩具让小朋友玩 甚至在书柜旁还有两大桶的玩具 任小朋友选择哦 另外原本地板只有软垫坐着 现在也提供儿童专用座椅 小朋友来到地震事务所 已经迫不及待地走入阅览室了 一进来就开始挑选喜爱的玩具 走往座位区坐下来 开心的玩了起来 这也就是地震事务所打造的越览室2.0 让小朋友更喜爱来这里看书玩玩具 我们这个原本是儿童越览室 然后可是因为我们发现 它整个空间可以在做多元的利用 所以我们透过一些小小的布置 让整个这个越览室 能够让小朋友更喜欢 所以我们这一边称之为越览室2.0 越南市墙上是贴着小朋友投稿的画作 有画中和代表人物土地公 土地公还有不同的表情 另外也有有趣的地震小长室插画 越南市里有提供画纸和画笔 让小朋友创作 画好的作品还可以投稿到投烤箱呢 地震事务所的叔叔阿姨整理后 会贴到墙上与更多人分享 小朋友可以来这边画画来可以投稿 那有一些画得还不错的 我们就会贴在墙壁上这样子 那其实这边也欢迎有兴趣的小朋友 能够来我们这边帮我们增添一下 我们这里的一个美丽的一些艺术的气息 地震事务所也欢迎民众带小朋友来这里 办理事务时 不妨可以来使用越南市 也欢迎社区居民带着小朋友来越南市 使用各项的设施 增进亲子的互动 也同时与社区居民促进彼此的交流 中家新闻卢秀娟新北市中俄区层报道